黑墙、青瓦、虫龙窗 日本建筑史上的异类如何异军凸起 战争、火灾、大地震 世界百年风云变幻 日本藏屋如何绝处逢生 穿越一帆街 在线江湖风景 注目天下精彩呈现 你好 欢迎收看注目天下 我是周英琪 苏东坡有诗云、竹外桃花散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春天来了鸭子先知到 而在日本年冬过后最早把春天的气息带给人们的 是日本的国花、樱花 所以每年从3月15号开始 一路从南到北陆陆续续 那都是日本的樱花季 每当这个时候呢 日本人会放下忙碌的工作 三五成群喝着清酒唱的歌赏樱花 人人不管是否相识都会点头打招呼 甚至交换美食 樱花花期虽然短暂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 那是一年最愉快的樱花加年花 日本的樱花季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 起初是宫廷中奢侈的樱花宴 到了江湖时代 人们生活富足了 这些宫廷雅去在民间也开始盛传开来 江湖就是东京的旧称 而江湖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嗯 在东京那是找不到痕迹了 但是中国呢 有句古话说 李师求朱也 在距离东京不远的穿越市 我们找到了旧东京的余韵芳华 那里有一条街 街上有许多特色的老房子 叫做藏屋 到底什么是藏屋呢 一起来看吧 在日本 许多小城镇至今都古运有存 不用远离喧嚣 从国际大都市东京 坐地铁禁需半个小时 就可以回到四百年前的东京 也就是著名的穿越市 在日本历史上 各大名郡主都在这里建造神社 到了1603年 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建立了幕府政权 而穿越 作为连接江户的要塞 源源不断地给江户提供粮食物资 很快发展成为繁荣富庶的商人之城 为了储藏物资 商人开始建造防火建筑 这些按仓库建造法盖起来的房子 就是今天所说的藏屋 穿越如今大约还有30座藏屋 约半数坐落在一番街 一番街就是第一街 很多老商号都在这 藏屋最令人赞叹的 是它的坚固厚实 它不但风雨不轻 连火神也得止步 藏屋的墙特别的结实 用厚约20公分的泥巴 和纤维混合物启程 因此与日本传统的 木结构房子相比 藏屋显得非常灵雷 以前不流行买保险 唯有厚重稳固的藏屋 才是保护全副家当 最安全的港湾 公刚夹着住在藏屋里 这座房子自1989年建好以来 已经住过六代人 如今公刚明洪和他的长子 公刚亮都在家经营 祖传的家业 摩托的步骤是以摩石为基准 通过更换摩石 以渐进的方式 把刀锋磨得越来越锋利 磨刀没有捷径 这门手艺和房子一样 代代相传 是子孙后代 感念祖先最具体的方式 公刚家里的长辈 还常常念叨着 祖先创业的艰辛 过去 祖辈们创业的故事 大多刻骨铭心 十分艰难 比如老爷们把磨刀石 隔在枕边 半夜爬起来学磨刀 小时候爸爸有空就会抱我坐腿上 讲祖先的老故事 爸爸会告诉我 祖先就站在我们这个位置磨刀 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日本人竟然把磨刀作为家业来传承 而且传男不传女 还弄出了一间百年老店 做得有声有色 其实踏踏实实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这种匠人心态呢 是令人佩服的 看过纪录片《寿司之神》的朋友 一定对主人公小野二郎的印象深刻 他九十高龄了 依然精益求精 从烟鱼的时间长短 到按摩章鱼的力度 都亲自监督 而店里的小徒弟呢 想要为客人煎个鸡蛋 那都要经过十年的磨码 这样的例子呢 在日本还有很多 我记得日本有一位著名导演 叫做小金安二郎 曾经有人跟他说 导演你这么厉害 请你偶尔也给观众 拍一些不同的题材吧 但他告诉对方 我是卖豆腐的 所以只会做豆腐 做豆腐的人 去做咖喱饭或是炸猪排 怎么会好吃呢 工刚家的刀具店 在藏屋里传承了一百多年 藏在日语里 是仓库的意思 工刚家的藏屋 有三个用仓库式盖成的空间 店面就是其中一个 那是工刚家的灵灯 这些仓库都是用厚厚的黑墙筑成 遇到火灾时 把货物往仓库里丢 再把门给封死 就能保住财物 这个店面的后方 还有两个仓库 就在走廊的尽头 一个作为贵宾房 另一个则是账房 1930年 工刚家把原来的账房 改成明洪的私人书斋 这里隔音效果好 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 明洪喜欢研究汉字 用这么密实 而且房潮的空间 来存放珍藏的汉字书籍 明洪也特别安心 书斋前方的贵宾房 现在住着明洪的父母 房间非常宁静 适合老人敬仰 工刚正一郎老爷爷 平时常看史料 大半天都不出门 他说 他在这房子里出生和长大 不管是从情感 还是实用的角度来说 这房间在他眼里 都无可挑剔 从前没有空调设备 但因为藏屋四面密封 所以只要起个小火炉 屋里就很保暖 到了夏天 因为土造的藏屋隔热后 又比一般房屋凉手 工刚一家对藏屋的感情 溢于言表 藏屋代代相传 如今 工刚正一郎老爷爷 已经把藏屋传给了他的长子 工刚名后 这藏屋里都是家的回忆 就如日本古语所言 闲人的秀泽 在屋子里触碰过的地方 都留下了痕迹 而我们就住在祖先生活的痕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古以来 穿越因东京而繁华 素有小江户的美誉 在十八世纪 藏屋由东京流传到穿越 在1893年 穿越市中心发生大火 把木垫屋都烧光了 只有藏屋完毫无损 结果 这种房子大受欢迎 整条一番街都盖起了藏屋 为了确保藏屋能够挡住火灾 住在藏屋里的人家 要遵守一些规矩 譬如说 小孩子不能玩弹珠 要是孩子们玩弹珠 卡在了门沟里 那就糟了 遇到大火 原本要封门挡火 门却因为弹珠 而无法关上 大火就会透过门缝 不断蔓延 这就是我们从小 被浸完弹珠的原因 这个台阶也有作用 它分两阶 是为了阻挡大火蔓延 我们称它为 让烟火消退的台阶 它是所有藏屋的必备设施 1898年 也就是在穿越发生火灾的第五年 工刚家的祖先省吃俭用 终于把藏屋建了起来 磨刀铺才顺利开张 原来工刚家经历过不少的波折 第七代祖先到东京学料理 但是25岁就得了重病去世 万不得已 只好由家中老二来继承家业 但是老二学的是锻造金属工艺 不会做菜 他们只好把料理生意 改成了铸刀和磨刀 从此藏屋成了工刚家的安身之所 一家人在这里安稳地度过了艰难的时期 如今已经发展到了第十三代 刀磨了25年后 宽度就会变成那么小 磨40年后就会变得更瘦小 但仍能使用 像这类料理店用的刀 磨了几十年之后 就变得那么的瘦小 刀具磨力之后可以长期使用 不必经常更换 在日本民间有个传统 只有长子才能够继承家业 叫做本家 而其他兄弟在成年之后呢 可以离家自由折业 大家都知道日本岛国呢 土地不多 在过去的农村里 每家每户的田地也不大 所以呢 倾向于由长子来守护家业 因为如果几个孩子平分家产 那大家都不够生活了 财富也越分越散 所以没有儿子 那怎么办呢 可以从亲戚中过季一个儿子 或者是找一个男子入坠 日本前首相佐藤荣座呢 就是一个显力 他的父亲的原本姓岸 他入坠后呢 改姓佐藤 所以呢 他就跟随着父亲 姓了佐藤 很巧呢 是佐藤荣座呢 有一个同胞哥哥 也曾经当过日本首相 而他叫做岸姓戒 不姓佐藤 姓父亲的原本的姓是岸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岸姓戒呢 随着这个入坠的父亲 姓了佐藤 但是后来呢 又被父亲原本的这个本家 收作养子 所以呢 就改回了本性 可见了 家呢 在日本人的心中 是多么的重要 家的传承 不仅是物质上的 也是精神上的延续 龚刚明红 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只有长子龚刚亮 固定在店里帮忙 将来也会由他来继承老房子 在高速发展的日本社会 许多日本人都背井离乡 外出务工 因此龚刚明红 更是加倍珍惜 与家人朝夕相处的机会 说实在的 我别无所求 一家人能安稳地过日子 那就是幸福 明红的幸福 就在藏屋店铺的后方 对他来说 幸福不是激情澎湃 而是平凡的过日子 母亲原子 能借着庭院的自然天光 做简单的家务 放学回家 女儿耐精 也会帮忙打理家务 明红的太太玄子 是典型的家庭主妇 有她持家 明红可以安心地 在店铺里工作 能够四代同堂 即使是简单的粗茶淡饭 龚刚明红 都心怀感恩之心 这在地震频发的地区 一家人平平安安 是再真切不过的愿望 想起日本东北发生的大地震 很多人都在灾害中 失去了家园 没有房子住 是如此的凄惨 我认为房子的传承 不单靠努力和决心 房子有幸长久的保存至今 我想也是天的忽悠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首先要有个家 最终有个坟墓 这才算是完整的人生 黑墙 青瓦 重龙窗 日本建筑史上的异类 如何异军吐气 战争 火灾 大地震 世界百年风云变幻 日本藏屋如何绝处逢生 穿越一帆街 在线江湖风景 注目天下精彩呈现 你好 欢迎收看注目天下 我是周音琪 苏东坡有诗云 逐外桃花散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春天来了鸭子先知到 而在日本 年冬过后最早把春天的气息 带给人们的是日本的国花 樱花 所以每年从3月15号开始 一路从南到北陆陆续续 那都是日本的樱花季 每当这个时候呢 日本人会放下忙碌的工作 三五成群 喝着清酒唱着歌 赏樱花 人人不管是否相识 都会点头打招呼 甚至交换美食 樱花花期虽然短暂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 那是一年最愉快的樱花加年花 日本的樱花季至今 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 起初是宫廷中奢侈的樱花宴 到了江湖时代 人们生活富足了 这些宫廷雅趣 在民间也开始盛传开来 江湖就是东京的旧称 而江湖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在东京那是找不到痕迹了 但是中国呢 有句古话说 李诗求朱也 在距离东京不远的穿越市 我们找到了旧东京的渔运芳华 那里有一条街 街上有许多特色的老房子 叫做藏屋 到底什么是藏屋呢 一起来看吧 在日本 许多小城镇至今都古运游存 不用远离喧嚣 从国际大都市东京 坐地铁仅需半个小时 就可以回到四百年前的东京 也就是著名的穿越市 在日本历史上 各大名郡主都在这里建造神社 到了1603年 征夷大将军在江湖建立了幕府政权 而穿越 作为连接江湖的要塞 源源不断地给江湖提供粮食物资 很快发展成为繁荣富庶的商人之城 为了储藏物资 商人开始建造防火建筑 这些按仓库建造法盖起来的房子 就是今天所说的藏屋 穿越如今大约还有30座藏屋 约半数坐落在一帆街 一帆街就是第一街 很多老商号都在这 藏屋最令人赞叹的是它的坚固厚实 它不但风雨不轻 连火神也得止步 藏屋的墙特别的结实 用厚约20公分的泥巴和纤维混合物气成 因此与日本传统的木结构房子相比 藏屋显得非常灵雷 以前不流行买保险 唯有厚重稳固的藏屋 才是保护全副家当最安全的岗湾 工刚夹就住在藏屋里 这座房子自1989年建好以来 已经住过六代人 如今工刚明洪和他的长子工刚亮 都在家经营祖传的家业 磨刀的步骤是以磨石为基准 通过更换磨石 以渐进的方式 把刀锋磨得越来越锋利 磨刀没有捷径 这门手艺和房子一样代代相传 是子孙后代改念祖先最具体的方式 工刚家里的长辈还常常念叨着祖先创业的艰辛 过去 祖辈们创业的故事 大多刻骨铭心 十分艰难 比如老爷们把磨刀石隔在枕边 半夜爬起来学磨刀 小时候爸爸有空就会抱我坐腿上 讲祖先的老故事 爸爸会告诉我 祖先就站在我们这个位置磨刀 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日本人竟然把磨刀作为家业来传承 而且传男不传女 还弄出了一间百年老店 做得有声有色 其实踏踏实实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这种匠人心态是令人佩服的 看过纪录片《寿司之神》的朋友 一定对主人公小野二郎的印象深刻 他九十高龄了 依然精益求精 从烟鱼的时间长短 到按摩章鱼的力度 都亲自监督 而店里的小徒弟想要为客人煎个鸡蛋 那都要经过十年的磨砺 这样的例子在日本还有很多 记得日本有一位著名导演 叫做小金安二郎 曾经有人跟他说 导演你这么厉害 请你偶尔也给观众拍一些不同的题材吧 但他告诉对方 我是卖豆腐的 所以只会做豆腐 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饭或是炸猪排 怎么会好吃呢 公刚家的刀具店在藏屋里传承了一百多年 藏在日语里是仓库的意思 公刚家的藏屋有三个用仓库式盖成的空间 店面就是其中一个 那是公刚家的灵灯 这些仓库都是用厚厚的黑墙筑成 遇到火灾时 把货物往仓库里丢 再把门给封死 就能保住财物 这个店面的后方还有两个仓库 就在走廊的尽头 一个作为贵宾房 另一个则是账房 1930年 公刚家把原来的账房 改成明洪的私人书斋 这里隔音效果好 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 明洪喜欢研究汉字 用这么密实而且防潮的空间来存放珍藏的汉字书籍 明洪也特别安心 书斋前方的贵宾房 现在住着明洪的父母 房间非常宁静 适合老人敬仰 公刚正一郎老爷爷 平时常看史料 大半天都不出门 他说 他在这房子里出生和长大 不管是从情感 还是实用的角度来说 这房间在他眼里都无可挑剔 从前没有空调设备 但因为藏屋四面密封 所以只要起个小火炉 屋里就很保暖 到了夏天 因为土造的藏屋隔热后 又比一般房屋凉手 公刚一家对藏屋的感情 异于言表 藏屋代代相传 如今 公刚正一郎老爷爷 已经把藏屋 传给了他的长子 公刚明洪 这藏屋里都是家的回忆 就如日本古语所言 闲人的袖子 在屋子里触碰过的地方 都留下了痕迹 而我们就住在祖先生活的痕迹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自古以来 穿越因东京而繁华 素有小江户的美誉 在十八世纪 藏屋由东京流传到穿越 在1893年 穿越市中心发生大火 把木垫屋都烧光了 只有藏屋完毫无损 结果这种房子大受欢迎 整条一番街都盖起了藏屋 为了确保藏屋能够挡住火灾 住在藏屋里的人家 要遵守一些规矩 譬如说小孩子不能玩弹珠 要是孩子们玩弹珠 卡在了门沟里 那就糟了 遇到大火 原本要封门挡火 门却因为弹珠 而无法关上 大火就会透过门缝 不断蔓延 这就是我们从小被浸完弹珠的原因 这个台阶也有作用 它分两阶 是为了阻挡大火蔓延 我们称它为让烟火消退的台阶 它是所有藏屋的必备设施 1898年 也就是在穿越发生火灾的第五年 龚刚家的祖先省吃俭用 终于把藏屋建了起来 磨刀铺才顺利开张 原来龚刚家经历过不少的波折 第七代祖先到东京学料理 但是25岁就得了重病去世 万不得已 只好由家中老二来继承家业 但是老二学的是锻造金属工艺 不会做菜 他们只好把料理生意 改成了筑刀和磨刀 从此 藏屋成了龚刚家的安身之所 一家人在这里 安稳地度过了艰难的时期 如今已经发展到了第十三代 刀磨了25年后 宽度就会变成那么小 磨40年后就会变得更瘦小 但人能使用 像这类料理店用的刀 磨了几十年之后 就变得那么的瘦小 刀具磨力之后可以长期使用 不必经常更换 在日本民间有个传统 只有长子才能够继承家业 叫做本家 而其他兄弟在成年之后 可以离家自由折业 大家都知道 日本岛国土地不多 在过去的农村里 每家每户的田地也不大 所以倾向于由长子来守护家业 因为如果几个孩子平分家产 那大家都不够生活了 财富也越分越散 所以没有儿子 那怎么办呢 可以从亲戚中过季一个儿子 或者是找一个男子入罪 日本前首相佐藤荣座 就是一个显例 他的父亲的原本姓安 他入罪后改姓佐藤 所以他就跟随着父亲姓了佐藤 很巧是佐藤荣座有一个同胞哥哥 也曾经当过日本首相 而他叫做暗姓戒 不姓佐藤 姓父亲的原本的姓是暗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暗姓戒 随着入罪的父亲姓了佐藤 但是后来又被父亲原本的 本家收作养子 所以就改回了本姓 可见了 家在日本人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 家的传承不仅是物质上的 也是精神上的延续 公刚明红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只有长子公刚亮固定在店里帮忙 将来也会由他来继承老房子 在高速发展的日本社会 许多日本人都背井离乡 外出务工 因此公刚明红 更是加倍珍惜与家人朝夕相处的机会 说实在的 我别无所求 一家人能安稳地过日子 那就是幸福 明红的幸福 就在藏屋店铺的后方 对他来说 幸福不是激情澎湃 而是平凡的过日子 母亲原子 能借着庭院的自然天光 做简单的家务 放学回家 女儿耐精也会帮忙打理家务 明红的太太玄子 是典型的家庭主妇 有他持家 明红可以安心地在店铺里工作 能够四代同堂 即使是简单的粗茶淡饭 工刚明红都心怀感恩之心 这在地震频发的地区 一家人平平安安 是再争切不过的愿望 想起日本东北发生的大地震 很多人都在灾害中 失去了家园 没有房子住 是如此的凄惨 我认为房子的传承 不单靠努力和决心 房子有幸长久的保存至今 我想也是天的忽悠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首先要有个家 最终有个坟墓 这才算是完整的人生 每年七月 日本穿越式的冰川神社 都要举办仇神祭典 这项传统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 传统节庆是现代与历史的纽带 在年复一年的节日庆典中 人们又回到了不寻常的旧时光 刚刚教的年轻人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 他们和邻居一起拉着踩车绕街游行 龚刚正一郎老爷爷 虽然不参加游行 但还是清零现场给大家加油打气 大家对社区的归属感 就是在这样的集体祭祀中 慢慢建立起来 自古蓬勃的商业活动 让穿越人享受了富足 又因为不受二战炮火的直接波及 穿越人相信比别人享有更多的福气 因此大家都特别的虔诚 各个社区都拥有自己的踩车 在社区里巡游一圈之后 最后都抵达冰川神社 然后大家都在神社里为社区祈福 为家人祈求顺遂安康 一帆街的命运也曾经跌宕起伏 1960年代 这条历史街区 差点就被沸腾的都市所吞噬 当时政府重新规划了这片区域 许多商家纷纷搬离这里 藏屋也险些被拆迁了 那时就是连一棵树都要残除 他们说要把这条古街完全拆毁 重新规划建大楼 当时公刚家成了钉子户 硬烂着不走 直到80年代 一帆街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政府才把藏屋作为文化旅游资源来保护 那时代的人难以想象 这条街现在有大么多的观光客 搬走的人回来玩时都会感叹 这哪是旧时代的穿越 不过热闹的也只有这条藏屋老街 说来也巧 因为住在藏屋 公刚一家还认识了几位中国朋友 这些中国朋友专程来参观藏屋 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郑一郎老爷爷也兴致勃勃地 给大家分享自己的感悟 我总觉得别太追求时髦 不轻易随波逐流比较幸福 到了我这把年纪 最能体会拥有名誉和地位 没什么意思 落叶归根 杂湿的生活最幸福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远远流长 有很多文化内容从中国传到了日本之后 日本人认真地对待 并发扬光大 而在中国民间可能逐步淡化了甚至消失 比如说渔兰盆节 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日本本土的传统节日 其实是随唐时期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在中国俗称七月半或鬼节 过去还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 而这个节日传到了日本之后 就结合当地的风俗 形成了各种独特的庆祝模式 被叫为这个魂祭啊 灯笼节 当天呢 他们会穿上这种传统民族服装 然后跳到他们的传统舞蹈 祭奠祖先祈祷求福 在日本呢 这已经成为仅次于元旦的重要节日了 很多单位到了这个节日呢 还会放假一周到半个月 称为彭修 那外出打工的日本人 在这个时候都会利用这样的假期 返乡祭祖与家人团聚 云兰盆节到了 工刚家大大小小的成员 从各地赶回家 大家庭一起团聚 其乐融融 日本人普遍认为 历代祖先在云兰盆节 也会从阴间回来与亲人团聚 因此 工刚一家像往年一样 准备在藏屋里祭祖 一家人拿出祖先的画像 把小客厅布置成寄厅 有些画像是家族先人 有些是服务多年的忠实仆人 无论贵贱 只要照顾过这个家 都被一一地请出来 祭祀祖先是我们家一年最重要的节日 祖先留下了这房子 我们必须感恩 必须反复追忆他们的恩惠 祖先留下了这份家业和房子 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基础 让我们得以丰衣足食 工刚一家虔诚地邀请祖先回家看看 他们点起了银魂火 为祖先引路 带领他们回家 在云兰盆节这些天 曾经的藏屋里 流淌的记忆 再度被一一地唤醒 而传承家印的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中潜移默化 维系大家庭的传统也得以加强 元宵节刚过 这几天又迎来了中国春运第二波返程高峰 几十亿人次的大迁徙 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如此壮观的社会景象 前面我们介绍了日本人的家 谈他们的返乡祭祖 说他们的乡愁 可是当他们遇上中国人 那就小屋见大屋了 中国人的乡愁 自古寄托了更多对家 对故土 对亲情的军念 对天下团圆的美好祝愿 最近网络上流传一篇博士返乡的日记 说到了很多人内心最脆弱之处 引起了共鸣 很多人回应感慨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并茅催 可是当自己回乡的时候 却都发现 曾经寄放了那么多童年美好回忆 和浪漫想象的地方 如今变了 或许人心一直都一样 都渴望能回到一个更为淳朴 孩子般的天地 外出打工的迁徙 那也不是为了最初的梦想吗 为了明天可以更好的留守家乡 守候亲人 好吧 在这个春天里 让我们相信春天 最后送上余光中的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让我们祝愿更相信 每一位正在路途上奔波的人 只要心中存有那份爱 永远不会迷失回家的 借着为您播出 大政商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